哦,第二次 卢叔,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护家网 我是各位的朱姜老师,朱朱 好,课本都准备好了吗? 好,这一次我们要看到 纸程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实态的一个学习 有些同学会说,哇,怎么又要学实态了 怎么这么多的实态 的确啊,纸程式里面有13种实态 其实呢,说穿了,也就是两大类哦 好,一种呢,是简单实态 好,一种呢,是复合实态 怎么是简单实态呢? 简单实态呢,其实就是在动词的本身上面 在词尾上面有一些变化 这就是简单实态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学习中 已经学习过一些简单实态了 例如在一上的时候 我们就一开始就学习了现代史 这时候是一种简单实态 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学习过 简单将来史 这也是一种简单实态 在一下的课本中 我们还学习了LeBuffet 未完成过去史 这也是一种简单实态 简单实态 纯粹只是在动词的本身来做一种变化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实态 叫做复合实态 复合实态是需要两部分组成的 这是一个组合性的实态 一部分是助动词 另一部分是动词的过去分词 例如我们在一上学到的过的 复合过去史 还有我们刚刚才学过的 欲过去史 而这个先将来史 就是属于复合实态中的 其中的一员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先将来史的构成 它需要两部分来组成 一部分是助动词 那选用的助动词 还是跟其他的复合实态是一样的 一个是être 一个是avoir 而être和avoir 和复合过去史 以及欲过去是不同的 它采用的是它简单将来史的一个形 再加上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要知道这一个先将来史 是一种表示将来的实态 所以它基础 也是在一种将来的实态上 所以我们选用的一个助动词 也是采用的简单将来史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简单将来史的être 和avoir是怎么来变形的 还想得起来吗 希望大家还记得 简单将来史的变形方法 好 其实不难 一般只要记住它的一个词根 再加上它相应的那个词尾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voir avoir第一个是什么呢 Johé 好 接下来是什么呢 Johé 接下来是Iloha Nous aurons Vous auré Ils aurons 我们再来看看être Je serai Du serai Il sera Nous aurons Vous auré Ils aurons 好的 那我们学习的先将来史 只要在刚刚的那些 助动词的一些鸡头上 再加上它的一个过去分词 就可以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的动词是Berle 我希望能够做成先将来史 那它的构成的方法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好的 Berle Johé Berle Johé Berle Il aura Berle Nous aurons Berle Vous auré Berle Ils aurons Berle 对了吗 嗯 非常好 好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去配合être来做助动词的 Alle OK 准备好了吗 好 我来公布答案了 Je serai aller Du serai aller Il sera aller Nous aurons Alle Vous aurons Alle Ils aurons Alle 非常好 但是在使用être做助动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 在这一切 十几个不及物的动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它主语要怎么样 迅速配合 在使用助动词的时候 采用的所有的规则 都是和复合过去时是一样的 好 也就是说 原来的复合时 它的所有的基础规则 全部都是不变的 包括迅速配合的那些规则 也是和复合过去时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这部分的内容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解了 那仙将来史到底什么时候使用呢 好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几种情况 首先 仙将来史是一种将来的事态 所以它往往都会和简单将来史一起配合使用 在这种情况中呢 它往往出现在一些主虫的一些复合剧中 为了强调的是 仙将来史这一个动作发生在 简单将来史那一个动作的前面 这个动作往往是已经完成的 所以强调的是动作将来的一种完成性 配合这样子的一些主虫的一些复合剧 往往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连词 比如说 刚 Losque Degue Ossi Dogue Une Forge 好 这样的一些连词的一些引导 而构成这样子的一些主虫句 我们来看这样子一个例子 Demain 这里面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Deliphoning 一个是Hunter 我们来观察一下到底哪个动作发生在前面 其实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这样子的 明天 我回家之后就给你打电话 其实这两个动作都是发生在明天 也就是都是将来的动作 而我们使用了先将来史 来针对这个Hunter这个动作 就说明 这个动作发生在Deliphoning之前 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你必须先要回到家里 才可以打电话 非常的逻辑 这时候我们使用的先将来史 就强调了这些动作的一个前后性 其实先将来史 不单单可以出现在一些复合剧中 有时候还可以使用在一些独立剧中 一般 这种情况下 都会带有一些时间性的一些状语 有时候可以表示一些迅速完成的 配合的或者是一些副词 或者是一些副词短语 比如说 Bianto Dudengu 好 这个时候呢 也有可能是简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状语 所表达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呢 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 而且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动作 而且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动作 在某一个时间后 怎么样 完成了 非常好 这时候 这时候起到的一个是一个完成性的一种强调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先将来史还会有一种语世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的一些时态 不单单有它的一种时间上的一种表达 还会有一种语气上的一种表达 而先将来史呢 它有时候可以表示 对过去发生的 或过去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 产生的某一种猜测 我们来看这样子一个例句 Marie n'a pas encore telefoné Elle aura oublié sa promise 中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Marie还没有打电话过来 她可能已经忘记之前的约定了 从前半句我们可以理解 Marie n'a pas encore telefoné 这是一句复活过去史 表示是过去的一个动作 Marie没有打电话过来 那Marie为什么没有打电话过来呢 这时候我们产生了一种猜测 我们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 先将来史表示 是一种揣测 Elle aura oublié sa promise 可能她忘记了 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先将来史也可以等于 代替了一种复活过去史 其实这里我们就相当于 Elle aura peut être oublié sa promise 一种很有可能性的一种复活过去史 但是一旦我们使用了先将来史 来代替复活过去史的时候呢 表达的语气比较婉转 没有那么直接 听上去也会让人觉得舒服许多了 这就是先将来史 与世方面的一个功能 我们这篇课文里面 出现了很多先将来史 等会我们看课文的时候 希望同学们也一起 能够找出这些先将来史 并且能够相应的 找到它是什么样子的功能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到先将来史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应的找之后呢 有一个 好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新的一个知识点 是什么呢 双变 代词 les pronoms complément double 其实宾语代词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小小的回顾一下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学习的一些宾语代词 有些什么呢 直接宾语代词 直接宾语代词中 我们有 其中 me de nouveau 是带人的 而lalé可以带人 也可以带东西或者是事物 另外 间接宾语代词 是什么呢 来想一下 还记得吗 me de lui nous vouloir 间接宾语代词 和直接宾语代词不同 它只能带人 和人称还有一定关系的 还有字反代词 字反代词的原型叫做 se 它的相应的人称的一个变形呢 叫做me de se nous vouse 非常的好记 其实大家只要记得 jumabelle的动词变形 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除了宾语代词以外 我们还学过一个相应的一个代词 叫做副代词 这是在走遍法国 一下开篇的时候 学习的一些内容 所有的这一些代词 起到的作用 其实都不希望能够重复 在使用之前 讲到过的一些名词 但是如果句子中 出现了两个以上的 编语代词 或者是副代词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 摆它的位置呢 好 这时候就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一个新的知识点了 根据不同的句子 不同的语式 摆放的格式 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直程式的肯定句 大家看到这张表格了吗 我比较喜欢把这张表格 看作是一个赛马场 比如说每格里面都有一匹马 我把它看作好几号位来讲解 大家这样记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首先在直程式的肯定句中 一号位跑了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马呢 叫做M de ce nouveau 记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跟它自反代词里面的形 是差不多的 但是要记住啊 这其中的M de nouveau 它起到的作用 可能会是直接兵语 可能会是间接兵语 也可能是一个自反代词 这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 它是哪一种兵语代词了 而是哪一种形式 就应该放在哪一号位置上面 而二号位呢 是什么呢 Le la la 非常好记对不对 好就是 直接兵语代词里面的第三人称 好 接下来三号位 什么呢 Le la 这就是间接兵语里面的第三人称了 而四号位是 Ikheke 五号位是en 好 每一号位事实上 就是他们在做直程式肯定句里面的一个排位的顺序 也就是说 如果我遇到两个以上的话 我就来看 这两个兵语代词到底是属于几号位的 谁在前面 谁就放在前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 好 我选用的是书上的一句例句 Don't sit Ju peut me le montrer 好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一个句子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你的网页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 Montre这个动词的用法呢 其实呢 它是一种双冰语动词 这个动词的用法呢 往往是这样子用的 叫做 Montre quelque chose A quelque 好 这里就存在一个直接兵语 一个间接兵语 而这里面的 CODE 也就是直接兵语呢 是Le 而这个Le呢 就指前半句说到的 Do sit 你的网页 而其中的一个COE 这一个间接兵语呢 就是一个M 表示 向我 Am moi 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张表格 找到了没有 Le在几号位 对 它在二号位 那M在几号位呢 它在一号位 也就是意味着 M要放在Le的前面 所以这句话 就变成了 Je peux me le montrer 好 就是这样子来放的 简单吗 我们继续来看到 如果这是一句否定句 我们是应该怎么来使用 其实 否定句型呢 有很多种 比如说 Ne pas Ne jamais Ne plus 好 怎么来放呢 好 这个否定句型的两部分 我们要把 Ne放在主语的后面 而把那个 Blu或者是 Ban或者是 Jame 放在动词的后面 好 我们看到这一张表格 清晰吗 好 里面的一号位到五号位 都是不变的 我们来看一句例句 Esqu' il y a de du mat 有番茄吗 有西红柿吗 No Yam not 好 其实Elia呢 这一个句型呢 是表示一种 重在的有 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其中的一个 Ikrak 是一种附带词 大概是这个地点 我们经常可以翻译成 在这里 而问句中的这些 Dedmat 是个不定贯词的 附数形式 加上一个名词 这些表示一些数目 是不太确定的物品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可以用 附带词 On来代替的 我们来看一下 On在五号位 而Ikrak 是在四号位 所以在答句中 根据排列的位置 Ikrak 是放在On的前面的 而否定的两个成分 分别放在 主语后 和动词之后 我们就看到 最后我们出来的结果就是 Iliana 吧 理解了吗 需要注意的是 在命令式中的 一些用法 尤其是命令式的 肯定句的时候 这时候排位的位置 就有一些不同了 我们也知道 命令式的用法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主语的 那 在肯定句中呢 动词 是放在 第一个位置上的 接下来 我们要把所有的代词 都得放在 动词的身后了 所以产生的位置 就有所不同了 记起来 其实也没有 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在原来 刚刚的那张 表格的基础上 还记得 刚刚的 在指程式的 肯定句中的 二号位 是谁吗 Lalale 对不对 植兵的第三人称 好 我们这时候就像跑马一样 二号位的这三匹马 突然 跑到 一号位上去了 OK 所以Lalale 在命令式的肯定句中 占领的是 一号位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原来的 一号位的 Mode Nouveau 和 三号位的 Lulac 跑到了一起 而且呢 一起都站在了 Lalale的身后 好 这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Mode 在命令式的时候 肯定句中 要变成Mode 和D 而且呢 它们有时候 是会可能会省音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里括弧里面呢 可能变成M一撇 或者是D一撇 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在 二号位 一起 它们全部都在一起了 而三号位呢 是Ikak 四号位是On 这一点呢 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简单的记起来 就是原来的 二号位 跑到了前面 一号位和三号位 合并在了一起 成为了命令式的 肯定许的一个格式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句 另一句吧 Vous avez hussu notre catalog 你们有收到 我们的产品目录吗 Non envoyer le no 没有 请寄给我们 你们的目录 好 这里面我们看到 两个带词 一个是le 一个是nous 好 这里的le呢 带的是 le catalog 也就是产品目录 而这里的nous呢 带的是什么呢 我们 好 其实这跟 本身的动词 是非常有关系的 好 这个动词 envoyer的 它的用法呢 是envoyer quelque chose agelgon 这里的 就是这个产品目录 也就是这个le 好 而所谓的agelgon 就是我们 也就是这里的nous 这里面我们不在乎 它到底是直兵 还是剑兵 而是单纯的看 它在表格里面的位置 首先我们发现 le在几号位呢 对 它在一号位 而nous呢 对 它在二号位 所以我们要把le 放在nous的前面 而且要注意 命令式 它所有的带词都需要和动词之间有一个连字符号 表示这个带词是和这个动词有相应的一个关系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添加 需要小心一点呢 就是如果带词里面的moi和dua 遇见了ichek或者是on这两个附带词的时候 是需要审音的 好 这是我们以前在学习审音的时候呢 没有学到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小心 来看这句例句 combiens voulez vous 你想要多少呢 donné mon dis 给我十个 好 这个是某样东西啊 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什么东西 这个带什么都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moi 是在on的前面 因为moi是二号位 on是四号位 所以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mon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命令式的否定句 和直程式的否定句的一个顺序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是没有逐语的 所以命令式的否定句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还可以遵循 刚刚的直程式里面的否定句的 那一个表格 除去了逐语之后 就成为了它的一个格式了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好 这个最后的一个知识点了 是不是觉得有些辛苦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哦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一个最后的知识点 是不定式的用法 onfinitive 事实上不定式呢 我们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一直在讲 啊 这个动词后面要加不定式 不定式是什么呢 不定式事实上就是动词不变形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以前学到不定式的一些用法 是非常非常简单了 我们现在要对不定式的一些用法 做一些整理 首先我们从形式上来讲 不定式呢 其实可以分为 现在式和过去式两种实态 我们常常看到的呢 是它现在式一种实态 我们可以分为一种肯定句 或者是一种否定句 啊 不定式的现在式的一个肯定句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动词不变味的一种形式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句例句 je bain en France 不continue message 我去法国来继续我的学业 好 这句句子里面 布和这个介词后面 通常我们都会使用一个动词不定式啊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种情况 好 现在式的一种否定形式 好 我们不定式的一种否定呢 通常它的一个否定格式 这个ne bain呢 是放在动词不定式的前面 我们来看这句例句就很好理解了 je sort de la classe bougne pas déranger les autres 我从教室里面走了出去 为了什么呢 为了不打扰其他的人 好 我们看到了这里的一个动词 不定式是 déranger 我们来对它做一个否定 我们就放在 déranger的前面 bougne pas déranger 不打扰 为了不打扰 好 这就是不定式的现在式的两种形式 其实不定式还有过去式 好 这种过去式我们在这里不作为一个 啊 非常详细的讲解 也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它过去式呢 其实表示是一个动作的一种完成性啊 好 并不定表示是过去发生那件事情 强调的并不是过去 更多的是一种完成 过去式里面也可以分为肯定句和否定句 在过去式里面的一个肯定句呢 啊 我们需要配合相应的avoir或者是être 再加上一个过去分词 跟刚刚我们学习的先将来式是一样的 什么情况下用avoir 什么情况下选择用être 这个规则是不变的 因为它也是一种复合的一种模式 看这样一句例句 吃饱以后 我精神异议 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句子 avoir 它选择的就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形式 再加上它的一个过去分词 因为manger这个动词 它配合的助动词是avoir 所以我们用的是avoir manger 好 如果这一句句子是一句否定句的话 我们可以有两种形式表达 一种呢 就像现在式一样 我们把neba 放在整个啊 动词不定式的前面 我们可以是neba 加上avoir或者是être 再加上过去分词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像本身的那个啊 复合的一些实态的一种模式呢 放n'avoir 或者是n'être 再加上过去分词 我们来看这样两句例句 après n'avoir pas mangé je suis mort de faim 没有吃过东西 所以我快饿死了 我们也可以同样可以这样说 après n'avoir pas mangé je suis mort de faim 完全是一样的意思 这两种写法 皆可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不定式的一些形式的一些表达 那至于它的用法呢 首先可以是起到一些名词的一些作用 可以充当的呢 是句子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啊 我们来根据几句例句来慢慢的了解 可以充当一些怎样的成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 cre un site ne pas facile 我选用的是课文中的一句例句啊 其中这一个短语 cre un site 利用的就是一个 动词不定式的一个形 好 整个短语我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主语 也就是说 制作一个网页 怎么样 不太简单 好 这是个很典型的一个主细表的一个结构啊 其中的主语呢 就是cre un site 所以呢 这时候动词不定式起到了一个主语的一个角色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句子 il est un deux de mentir 好 我们来看这句句子到底是怎么样再用的 好 首先它的动词不定式在哪里 啊 动词不定式就是mentir 啊 有同学知道mentir的意思吗 啊 对 就是撒谎 好 也就是这句话 其实它的意思是撒谎 是可耻的 好 那我们要看到啊 事实上它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它做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主语啊 因为在这种无人称的一些句子里面中啊 这种一类事实上是一个无人称的一种表达 其实呢 真正的这一个主语呢 是这个mentir 嗯 非常好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谚语啊 它叫做 ouloir c'est bovoir bovoir起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作用呢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动词不定式 而做的是什么呢 c'后面我们都知道 啊 这一个句子成分就是表语了 所以这里的bovoir就是一个表语 非常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后面一句例句 elem voyage 好 Amy这个动词 我们之前都学过很多次了啊 好 我们说到Amy这个动词 后面可以加动词不定式 好 那这时候真正的这一个动词不定式 在整个句子中起到了一个作用呢 就是一个直接编语的一个角色 好 事实上 它喜欢旅游 那voyager就是它所喜欢的东西 好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名词的作用 同时 这个动词不定式还可以起到一个间接编语的一个作用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on parle d'aller en France pendant les vacances 我们聊到了要去法国 我们知道这个动词的一个用法叫做 barler de quelque chose 好 我们这里 barler de 后面也可以加上一个动词不定式 表示所残疾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 就是allian force 好 这时候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编语的一个作用啊 因为它是跟在一个借此的的的后面的一个编语成分 除此以外啊 这个动词不定式还可以起到状语的作用 有时候可以是目的性的 防守性的 或者是时间性的 我们分别来看看例句吧 nous faisons des économies pour acheter une machine à café 啊 我们看中了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咖啡机 好 这时候我们要干嘛呢 啊 我们要请姐接约了 我们要省钱了 啊 目的是 pour acheter une machine à café 好 这里的 pour就表示是一种目的性的啊 这个借词后面就可以加动词不定式 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学习借词的用法的时候 往往我们已经摄入到这一些啊 那个动词不定式的一些用法了 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做一个整理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il sort son barley 好 他出去了 他怎么出去的 一声不响的出去了 son 还记得他的意思吗 没有 都相当于英文中的without 对不对 son barley 同事上在借词后面 我们经常可以加到动词不定式啊 这个表示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出去了啊 好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avant de partir du fera la vaisselle 啊 在离开之前 你要洗碗 好 我们来看到 avant de 后面加一个动词不定式啊 这样一个短语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表示 在做什么事情之前 好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 状语的一个作用啊 OK 除此以外 他还可以起到一个 补语的一个作用 我们来看这句句子 乐的色骨学 好 我们来看到这里的动词不定式是 色骨学 还有同学记得它什么意思吗 对 就是睡觉的意思 好 那我们这里修饰的呢 是它前方的那个名词 叫做乐 好 也就是时间 或者是时间点 整句中文的意思呢 是睡觉的时间 到了 好 那整个色骨学的这个动词不定式呢 就起到了一个名词的不遇的作用 除此以外呢 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形容词补语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的例句 C'est un garçon en capable de mondire 好 这里的形容词呢 是en capable 好 那事实上指的是没有能力的 好 他没有能力干什么呢 后面那个动词不定式就告诉了我们 好 这个动词不定式叫做mondire 好 也就是说 啊 这一个男生 完全不会说谎 他是个不会说谎的一个男生 好 以上就是我们说到了动词不定式的很多名词性的一些作用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动词不定式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作用啊 最常见的就是作为一个句子里面的一个第二动词 什么意思呢 其实之前我们学到过很多的动词 我们老师都会讲 啊 这个动词后面我们可以加动词不定式 好 那这本身之前的那个动词呢 我们经常可以称为第一动词 那后者的这个动词不定式呢 就会称之为第二动词了 最常见的我们可以在一些实态中啊 尤其是最近将来史和最近过去史 好 两个动词呢 其实起到了一个半注动词的一个作用 还记得这两个动词是什么吗 对 在最近将来史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are 好 在最近过去史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短语呢 叫做venire de 好 在这两个词组后面呢 我们都可以用什么呢 加上一个动词不定式表示干什么 好 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il va arriver 好 这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最近将来史 表示什么呢 他马上就要到了 好 va这里就是一个are的变形 后面加的一个动词不定式 arriver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il vienne de partir ok 好 那这里的动词不定式是什么呢 bargir 好 那他venire和de前面这个短语表示他刚刚怎么样了 啊 他们刚刚的离开了 才走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之前说到的一个实态里面我们会出现的这种动词不定式的一种形 除此以外呢有一些伴助动词后面也是加动词不定式的 就在我们在学习动词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已经老师都会要求大家来记下来 好 这些伴助动词比如说devoir应该 pouvoir能够 savoir知道 vouloir想要 我们来看这几句例句 je peux prendre des photos 我能拍照吗 好 我们就要看到在这些伴助动词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动词不定式表示他们真正要发生的这个动词是什么 那往往呢在一些感官性的一些动词后面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动词不定式啊 比如说 regarder voir écouter endendre sondire 好 这一些呢我们在之前没有怎么学到这一词需要大家记忆的 我们来看几句例句就非常清楚了 Luc regarde son père réparer le vélo 我们首先来看Luc 他在看什么 好 看的是他父亲 他父亲在干嘛呢 réparer le vélo 好 他在观看他父亲如何来修自行车 好 所以呢 réparer这个动词 事实上呢 是在感官动词 regarder的后面 这是他们所看的动作 再来看另外的一句句子 je entendre marie chanté une chanson française 我在听 我在听 玛丽在唱一首法语歌曲 好 我听的是玛丽 玛丽在干嘛呢 唱法语歌曲 对不对 好 所以伴随一个感官的endendre这个动词 伴随他的这个动作呢 是chante 好 在唱歌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je sens renaître ma force sens 啊 这个动词原型是sendir 感觉 我感觉到怎么样呢 啊 我恢复能量了 我要重新恢复的力量 好 感觉到自己 renaître 啊 la force 对不对 嗯 最后一句例句 je vois Pierre sortir de la classe 啊 voir 看见了谁 看见了 Pierre Pierre在干嘛 sortir 再出去 从哪里出去呢 从教室里面出去了 好 像这样一句句子的时候呢 事实上sortir 这个动词不定试 本身是没有一个直接编语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把句子的sortir 放到前面来讲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 je vois sortir Pierre de la classe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个动词不定试 它没有自己的直接编语啊 我们甚至 是可以把这个动词 直接放在一个感官动词的后面 来使用的 除此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 在一些表示关键性的一些动词的后面呢 也可以加上一些动词不定试啊 做它的第二动词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一句 我的父亲比较偏爱干嘛呢 开始读一本小说 是什么 从哪里读呢 从中间开始读 这个父亲非常的奇怪啊 诶 我们来看到 首先 prefer 好 这个动词后面可以加一个动词 不定试 表示自己 更喜欢 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 比较特殊的 这一类的动词 我们需要强调的提出的呢 是两个动词 一个是faire 一个是leser 好 这两个动词的用法呢 比较特殊一些啊 这两个动词后面 也可以加动词不定试 但是这两个动词表达的意义 非常的不一样啊 faire有一种始动作用 也就是 推动的一种感觉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il fait lire le journal à son fils 他叫他的儿子 要读报纸 好 这时候呢 感觉这个主语怎么样 他推动了 其中的一个间接编语 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句句子 on ne peut pas laisser l'eau gureでも 好 这时候说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能让水 就这么一个流湿的 水就滴滴答答 就非常的浪费 leser后面也可以加动词不定试 但是起到的是一种让步作用 让它怎么怎么样了 因为这句句子是一句否定句 所以说是不能让水 就这样子流了 另外一方面我要提出的呢 是当一个动词后面呢 是加一个动词不定试 那我们要注意 还会和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知识点 也就是宾与代词之间的一些关系 宾与代词到底放在哪里呢 好 一般情况下来说 宾与代词都是放在不定试的前面的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il veut acheter une autre voiture 好 这句句子 如果我要把 voiture代掉 要使用哪一个代词 给大家两秒钟 想到了吗 对 就是 什么 啊 附带词 对 我们就说附带词 en要放在哪里呢 啊 事实上就是应该放在不定试的前面啊 这句话就应该这样说 il veut acheter une autre 好 这个en代的就是voiture 而放在的是 acheter的前面 啊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 faire leser 这样的动词是非常特殊的 它后面加了一个动词不定试 如果我们这句句子里面 有一个宾与代词的时候呢 我们不应该放在 不定试的一个前面 而需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一动词 faire leser的前面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句子 看大家有没有能力来做 le buzzi laisse passer les voitures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直接编语是 le buzzi 好 我希望用一个编语代词来代调 你会选择什么呢 复数的 ok 直接编语 啊 的确是le 好 要放在哪里呢 我刚才说这个比较特殊 对不对 是lesse这样的一种 啊 加一个动词不定词 所以它需要放在lesse的前面 所以这句话就变成了 il leser les passer 好 那 警察让这些汽车通行了 这就是在做第二动词的时候一些动词不定词的一些用法 不定词呢 还可以直接跟在一个evens的后面啊 做一个evens的一个位语 比如说 ou aller 去哪 que faire 好 这时候呢 evens后面可以直接加一个动词不定词啊 连主语都不需要 就起到了一个位的一个作用了 好 以上呢 就是我说到的一些不定词的一些用法 希望大家好好的复习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好 三十多分钟以后